好,來到星夢傳奇決賽第四首歌 閻榮熙唱的領悟 哇,選這首歌呢,一大挑戰 這個挑戰是絕對大過沒有你還是愛你 正如一尊這首歌,這首歌是超級難唱的 所以呢,它是降了Key來唱的 即是比原Key低了... 我不知道低了多少,應該半度至一度 所以你聽到它前面是特別低音的 這樣的情況沒有,就回自己的Key唱是可以的 因為我想它擔心後面的高音現場會有點危險 但是星夢傳奇後面,其實它的高音 它亦都用了很多head tone去唱 其實Gigi就看看它怎樣就 如果它用回多些head tone,我覺得問題不大 但可能它想做多一點不同的共鳴吧 那就變成了它選擇了降Key來唱 但是就會sacrify了前面那些呢 就會聽到很低音了 它不是去不了,但是你會覺得它有一點點辛苦 但是那個辛苦,其實它整件事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很聰明 還是因為它真的有那種... 唱這首歌的時候有那種情感呢 其實整首歌由頭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哭著來唱 那這個就真的有一點點看觀眾 拜不拜 我自己就... 呃... 不拜去到拜 如果那首歌真的開得低了一點點 前面就會... 會覺得那些低音... 有些... 有些... 有些dark 但是就... 它的... 它的... 那種... 那種... 那種感情... 那種哭著的感情 其實就... 我覺得令到這件事 make sense 我覺得是 make sense 只不過是... 呃... 我希望它... 給歌半度會好一點 那... 那就... Anyway,我們先聽聽聽 我以為... 我會哭 但是我沒有 我只是從中往著你的腳步 給你我最後的祝福 其實那一把聲... 那一把聲是漂亮的 但是... 但是你說它今晚是不是最漂亮的聲音呢? 就不... 未必喔 當然我... 我... 後來真的... 得知它... 之前那一天它都病了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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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都發燒 呃... 那... 那... 會不會影響它的狀態呢? Supposed 會的 但是就... 我不知道它這把聲 是不是因為它... 它的... 但是其實... 我想它... 它... 那一陣子的壓力啊 那種... 呃... 辛勞啊 其實都... 從它的聲音反映了出來 不是它最漂亮的聲音的時候 但是我們都聽到它... 它... 都是漂亮的聲音的 OK?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拿著... chess voice 氣聲 呃... 或者是... 有時偏高一點 又拿回一點點 mixed voice 全部是同時間... 在那兒... shift著... shift著... 這個就是Gigi最厲害的東西 它可以... 一句可以有幾...幾把聲 幾個...幾個... 嗯... 和共鳴 是... 隨著感情去帶出來的 那無愛不痛苦 久日夜夜在... 那... 這一句就... 就... 就會差一點的 那些... 那些... 氣聲是做到... 做到得來 其實那個音準就差了一點點 那些... 那... 接下來那些低音又有一點點 覺得... 不是好... 好... 吃得靚啊 那這些是會覺得... 你這一段... 我覺得有點危險 被人覺得有點危險的感覺 但是它的感情 是又... 又的確保持著那麼... 貫穿那件事呢 就會令到你覺得 沒有那麼災難症的 其實感情是... 可以幫到一個... 不是太好的聲音 可以營造到很多假象 的 我們Covie一定 有很多歌手 唱演唱會也好 有時候錄音也好 都會靠這個東西去踏救一些... Rosie抱上aime的決策 這是事實來的 我以為我會暴風 這句很有感覺 我以為我會暴風 這句很有感覺 但是我沒有 其實這些歌詞去到這些位置 怎會有一個十六歲女生的心境 三十六歲都可以 一個有經歷的女人 但是其實她做到 她做到那種三十六歲女人有的經歷 所以這個都不得不佩服她 不得不佩服她 她這個挑戰是月級挑戰 這段我略嫌她 給得不夠多 其實應該開始比較多 但沒什麼大問題 如果曾真心真意付出 就應該滿足 你曾受我的全部 她去到副歌和副歌之前兩句 她開始真的送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送到我收到 OK 情感上 聲線上 具法的處理上 能量上 我都收到 這下 Gigi很厲害 她一下 不小心 就閃一下 那些解音 一粒音給你 好 這些是她才做到的 你聽聽 你曾受我的全部 只是我會說來說的 美 這些是 音樂感和掌控很好的人才做到 她這種是神來之筆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Gigi就是有這些東西 那些都做得很好 這些都做得很好 Dormatone 一唱的頭聲唱得好 好美得來 是很有感情的 那個通字 它是這樣的 因為它的旋律是Roller Coaster來的 所以它是 其實它是 它的感情和技巧上都處理得很好 那個timing都處理得很好 因為它有少少Layback那一刻 Dorma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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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少少Layback 是完全把Mood做出來的 很好 如果挑少骨頭 Dormatone 那些美音 就有少少不夠氣 但是就 你不覺就聽不到 但是有少少 那些 一唱這些 真假音之間 Dormatone 是它的特色 是它才能發動這些聲音 這些共鳴 所以這些是它自己 是屬於它一個很值錢的東西 這裏開始哭的感覺再多了 那些就開始有點不穩定 但是它的感情就再滲多些出來 就看你拜不拜這一種的表達方式 我在這個位置還是拜與不拜之間 但是我又沒什麼覺得要扣分的位置 這裏這一段的pre chorus 它就將情緒再推到另一個層次 變成這裏它還沒爆出來 但是就已經是把那個穩住的東西滲出來 我有東西穩住 現在我給你看我穩住了什麼 那種情緒就是我之前說過的first hand emotion 它沒有用新曉奇的方法去表達 它用G字的方法去表達 各有千秋 但是就在這個現場的感覺裡面 很直接輸送到它一些很raw的first hand emotion出來 這些都是它自己的方法去表達 最應該停 慢住 停 這些位置是 我不知道它之前設計了 還是它現場的感覺出來 但是都是一些很 會給到surprise聽眾 而給到 亦都幫我們很容易的 引我們入高潮的位置 是做得很不錯 很不錯 這裏我有少許略嫌 全部 這些位置是 我覺得是失色了 因為其實這些位置 它如果那個丹田夠拿回一個很好的頭聲 就是拿分的 不過這一下我覺得是失色了一點 其實Gigi有一個整體的問題 就是它的運用丹田 還未去到一個高峰 我猜它是用了六成左右 I mean 它六至七成左右是它的功力 如果它要提升它以後的 有人說它有點像Gem 但Gem的去到九成 九成以上 所以如果Gigi要去到那些level 它要工作的丹田 去到七成 八成 九成 它要在未來的街市 它要練這件事 希望會有一個好的導師幫它 因為香港的歌手 去到九成丹田的人 除了鄧子奇 我暫時想不到誰 可能有的 但我暫時想不到 Anyway 它是Gigi要工作上這件事 也都會再幫它以後唱歌的穩定性 是提升很多的 又是這個 這是它很特色的 signature的一些的聲音 它是彈一下出來 就已經給你這個就是Gigi 那些變色度 或者是它在那首歌裡面 可以很快地帶了你 進去那首音樂的意境 這些位置就是很值錢的地方 這些是你真的感覺到那種孤獨 這些是很Raw的情感來的 我永遠都會說 如果你不肯定你怎樣做 你用情感去帶 是一定有好處的 這件事是用情感去LEAD 技巧做的 所以是 為什麼這首歌雖然有沙石在裡面 但也能夠令人聽到感動呢 就是這個原因 開始哭 其實那些位置本身是不應該不夠氣的 它的尾音 那兩句後 它的尾音不夠氣 是不是在哭著 我是覺得是 Gigi本身去到這位置 它不會不夠氣的 所以它已經在哭著了 那這個就真的看你 你接不接受一個歌手 唱歌的時候在那裡哭 那我在現場就覺得 我接受 因為它的感情是真的 其實聽到最後 我自己也聽到有點想哭 這其實是很危險的表現方式 因為你讓自己的情感 氾濫到令自己哭的時候 是有危險在後面 但是我覺得它 撐起這件事就是 它真的觸碰到我們 但是你看到它的穩定性是差了一點點的 穩定性是差了一點點的 穩定性是差了一點點的 那些長音的 那這個就是因為你唱到快要哭了 那這個就是因為你唱到快要哭了 就會失敗了穩定性 這個是一定的 一定的 那這些呢 都是有一點反映它的經驗 因為如果經驗夠 它應該會再掌控得好一點 在哭與不哭之間會再掌控得好一點 不過就 它也不是說超級多舞台經驗的女生 我已經覺得很難人可貴的了 由這樣的情感表達 你才是我的全部 只能欠我情的家宿 愛的舒服 仍以追求 其實我們一邊聽 應該錯過了一下 是那個Tone字的 那個Tone字 它有一個疑似破音的 我看看找不找得到哪裏 這一下呢 其實就是 你會想到底這一下 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它不是上次Katelyn那種破音法 因為Katelyn那種是明拆了破音 它這個是疑似破音 但是你聽到是一個不完美的高音來的 因為它是 它是在破的 但是它是在哭著的破 但是就是 這一下呢 是我自己的Gut feeling是拜它 我Gut feel 因為有時候去到一些位置 你分析不了那麼多 你只可以用 我情感上是否收它 我情感上是收了 因為那一刻就很觸碰 那一刻真的很痛 痛到連喉嚨 我不是幫它說好說話 但是那一刻我收課 因為它做到那個痛 那就justify 那一刻的聲音是這樣的 流行曲就好玩 而且是沒有規則的 流行曲是 你不是說我看跳水 那樣的動作是這樣的 我就給它8分9分 你不可以用一個機械人去做評判 就是因為 因爲所有是有血有肉去感受的 是有主觀的東西在裡面的 絕對有的 但是 那樣的確感受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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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眾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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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這一個時空 我放在這一個時空 以後唱歌你小心點 但是這一刻我放在這裏 我不會因這刻扣他分 當然就算扣了分也會是綠燈的 但是我自己的結論就是這一下 真的我覺得 因為他整首歌的處理方法 這次是採用了很大的risse 他真的哭出來唱 但是我覺得挺難得 挺難得 他是一個很不玩安全的人 OK 所以到最後呢 這些已經是哭出來的 所以到這些位置 聽鐘投入到的就跟著他哭 你投入不到沒得說 但是正路來說都會進去 我聽到後面我也觸碰的 是一個有瑕疵 也有不少瑕疵的表演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會覺得 他用他的方法去正確這個表演 就是 是有少許矛盾在裡面 但是到最後就是 喜歡還是不喜歡啊 喜歡 你知不知道就是這樣 所以 唱歌表演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喜歡不喜歡就交給你去決定 但是我給了綠燈 他的燈數也OK 我覺得合理 因為他還未至於二十幾關燈 合理 他也不是最高分的那個 在燈數裡面 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是 我希望Gigi在第二天 他會把自己的整體的穩定性加強 但是要保留他這一種 大無畏的精神 和他的屬於Gigi獨有的情感表達 其實真的 這件事很值錢 很值錢 所以這首歌 我想我大概要說話都是這樣 OK 那就 下一首歌我們再說